自2020年6月20日起,中国朴速铁路实行电子课票,旅客购票后可通过刷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进站乘车。 这意味着从朴速到高铁,中国铁路全系车型全面实行电子课票。 6月20日,记者在百年老站哈尔滨火车站看到,购买朴速列车车票的旅客不再需要将车票手递手地交给检票员进行手检, 而是直接掏出身份证,自己对准机器上的刷证区一刷就可以顺利完成检票,全程用时只要一到两秒的时间。 进出站检票凭证,有以前的身份证加车票,现在实现了是有效身份证件,实现一证通行的原则, 验票更加迅速,杂鸡验票时间提升了三倍左右, 减票平均速度由每人3.8秒提升到每人1.3秒,极大地提升了旅客进出站的效率。 哈尔滨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电子课票的实施不仅节约了旅客出行的时间成本, 而且能够有效防范丢失车票,购买假票等风险。 同时,在疫情防控期间,这种无接触的检票方式更让旅客多了一份安心。 现在疫情期间,我们乘客进出火车不用再去取票了, 只有刷身份证就进来了,减少了很多接触, 降低了感染疫情的风险,特别人性化,特别方便。 现在刷身份证直接进来会减少时间,带着孩子也比较方便, 提前半个小时出门就可以了,然后也比较顺利的就是到这来了, 减少就是人员接触吧,然后也感觉挺安全的。 据了解,火车票共经历了直板火车票,软纸火车票, 磁介质火车票和无纸化电子课票四个时期。 如今电子课票一正通行时代,将为更多旅客带来出行便捷体验。 电子课票今天实施之后呢,不用到人工窗口来取票, 在网上购票成功之后,就可以凭着自己的身份证件走自动炸机, 实施自动炸机进站,然后走自动检票炸机, 直接就进站成车了,完全已经可以做到了无纸化。